你現在做這件事情 你沒有聽我講就算了 你沒有聽你的家人著想 這是你們家裡的房子 你爸爸住在這 我們今天真的扣押 然後我們就繼續 打官司下去的話 最後房子沒了 你們這一家人怎麼辦 所以整件事情 只有他爸爸還有他大哥 跟我道歉 他至今都沒有道歉過 他至今都沒有跟我道歉過 而且至今都沒有交代 錢到底去了哪裡 這是我很深刻很深刻的地方 因為這個人你認識十多年了 你之前都不了解 他這樣的性格的一面 完全不知道 非常好的朋友 然後我可以決定 我幾歲的時候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都是好像我們安排好的 人很大 可是今天會發生 任何一件你想不到的事情 你計畫好的事情就做不到了 我那個時候真的是 現在講到心情 當然是會覺得很激動 因為那件事情 那一句話對我來說的 重量真的太重了 然後我就想說 對 我其實心裡 已經是認定這個對象了 覺得我們可以一直 在一起交往 相處一輩子 我都是覺得很棒的 那 我們都不知道隔天 會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我們不就 趕快把握 可以好好相處的日子 我希望可以 多一天可以成為丁太太 少婷聽說你被騙了上千萬的錯 嗯 怎麼可能 我其實很無辜 就是 因為我在做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經紀人 對 然後我都是自己處理事情啊 然後我想說 身邊開始有一些經紀人朋友說 我可以去成立公司或是工作室 他們說這樣開了發票 然後像是我們一些什麼 智庄啊 交通啊 都可以去報費用 對 他說這樣會比較划算 我天天想說 好 我要開始當一個聰明的女子 我要研究這件事情 我就去問我身邊一個 非常好認識十多年的朋友 會問她是因為 她本身有開公司 那我想說問她最好 然後問了她之後 想說要怎麼成立啊 相關的事情 她有夠好心喔 她說 那個太麻煩了啦 我跟你說 我有兩間公司 有一間公司 現在是沒有使用的 我就為了你 我去申請那個 演藝工作的項目 那你就可以開發票啊 我公司也有會計師 就可以使用啊 就是說那種大小事 朋友對妳滿好的 對 妳都不用煩惱 對我朋友滿好的吧 是不是 聽起來 現在聽起來是沒 聽起來是個大好人 大善人 我想說太棒了 就是一定是有做好事 才有這種好朋友 然後就這麼的 照她說的方式 來進行 像是工作開發票 有收入 就是進到公司的戶頭 她說一定要進到公司的戶頭 因為這樣子 會計師對賬才會清楚 我就照做 然後我就漸漸發現呢 可能每個月 會有大概一小筆錢 被移出去 一開始少少的 可能大概五萬 六萬 七萬 然後我想說 那個是什麼啊 問她 然後她也就是 很盪盪的說 那個是會計師 每個月都會先把 你今年要預扣的稅 先移出去 這樣子 我說原來 她說那個叫預繳 我說好的 預繳 學起來 然後就大概是這個模式 漸漸的 金額開始變得有點大 然後我就開始有點奇怪了 因為妳賺越來越多錢了 對啊 也是這麼說沒有錯 累積稅率嘛 比較多了嘛 對 想說好 那也合理嘛 表示事業有在進步 蒸蒸日上啊 然後就一直這麼進行 其實大概有 可能三年吧 哇 這樣三年喔 然後我告訴你 我一直覺得 妳沒有去查帳過嗎 我都有在監控那個帳戶 因為我很聰明的 又有那個網路APP有沒有 網路APP 所以妳看到妳沒筆進帳 對 我都可以看到 錢有沒有進來 然後錢有沒有出去這樣 然後就是 某一天再進去看的時候 發現 欸 奇怪 好像有蠻多筆錢不見了 就是一次少掉的金額 大概快七八位數 七八位 百萬千萬 哇 太誇張了 我發現這麼大筆錢出去 一定有問題 然後我就開始問她 什麼的 聽說她開始講一些 很荒謬的理由是不是 我那個時候沒有覺得很荒謬 但我現在要講 我覺得有點丟臉 你覺得 現在講她真正 最聰明的地方 最聰明的地方 聰明到爆 就是 她就先說 我原本要拿錢給妳 結果那個錢 她覺得要放心一點 先放在 位在台北 給她一個董娘朋友家的 很安全的保險箱裡面 這樣 她已經把我 鎖在裡面了 但是董娘今天要跟她約拿錢 可是董事長心臟病發 太危急了 沒有辦法領錢 太誇張了吧 故事要約七次的離奇 我真的覺得很丟臉 因為我到那裡 都還覺得是真的 天子什麼黃都說得出來 對 然後我就好再等 然後再約一天 心臟病也好了吧 都沒事了 萬事俱備 我們可以拿錢了 當然 台北市而已嘛 對啊 堅固的保險箱 壞掉了 這麼堅固 什麼東西啊 這太扯了 打不開 所以打不開 對 它太堅固了 所以要請保險公司的人 保險箱公司的人 立刻用那種 電鋸把它鋸開 因為它是非常安全 很厚很厚的 什麼什麼什麼 板什麼 金屬的 這也不可能任務三是 他說 我告訴你 我這個時候 終於開始有點懷疑了 你到現在懷疑 對 然後後續保險箱打不開的 戲碼大概拖了可能半個月 然後中間就是 沒有 那鋸開就鋸開啦 沒有 沒有 很堅固 一次只能鋸5公分 不然會有很濃的煙 對 太扯了啦 董事長的豪宅 會很多的煙這樣 鄰居會生氣 不可以 一次鋸太多 聲音太大 鄰居會生氣 不可以 只要聚個一年 對 鄰居的那個朋友 來家裡玩 取生睡到都灌通了 但這個時候 你還聽得下去 沒有立刻殺過你找他 我殺過去了 我聰明了吧 聰明了吧 告訴我 我殺過去 那棟所謂的豪宅 我就是要進去 是 結果他也知道 我殺過去了 他就不讓我進去 然後我跟你講 我在那個時候 很明顯的知道 他就在騙我 你終於知道了 我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 是 因為他說 聚了就會冒煙了 豪宅沒有煙 我在那邊看很久 我很認真 他說沒有煙 沒有聲音 我還去問管理人 有沒有人施工 然後真的沒有 我到那一刻 有董娘這個人嗎 沒有看過耶 怎麼辦 我必須說 我中間都有覺得 他怪怪的 但我到那一刻才 真的對這個朋友死心 你知道嗎 很信任他 然後當下他就簽了一張那種 那個算什麼 生死狀嗎 我誰誰誰 拿著你什麼什麼錢 我一定會還給你 現在就放得他寫得很詳細 放在保險箱裡 幹嘛 幹嘛寫得很詳細 保險箱有看到嗎 沒有 完全沒有耶 然後我在那一天 就聯絡了律師 我終於找律師 幫我處理這件事情了 然後律師真正了解 狀況之後 我們先做了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去假扣押他 他名下所有的不動產 那也是因為有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後續 有去他的家裡面 扣押那些可能家裡的主措 他自己的店 然後還有一些很零星的 那種地啊 農地啊什麼的 然後也因此去了 他的家裡 爸爸 哥哥 大嫂 小孩 都住在那裡的家 然後那是一棟透天 他的爸爸 這真的很悲 我對他爸爸感到很難過 他爸爸看起來應該有 可能七八十歲 他就這樣子站在門口 而且他還受傷 他的膝蓋不好 他其實是不能站 然後爸爸就站在房門口 這樣看著我 第一次跟我見面 然後跟我說 說對不起 說我兒子 對你做了不好的事 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當下就是會覺得 連你都這麼難過 他怎麼會不會 為他自己做這事情 覺得抱歉難過呢 對 你父親的年紀這麼大 身體也不方便 你現在做這件事情 你沒有聽我講就算了 你沒有聽你的家人著想 這是你們家裡的房子 你爸爸住在這 我們今天真的扣押 然後我們就繼續打官司下去的話 最後房子沒了 你們這一家人怎麼辦 所以整件事情只有他爸爸 還有他大哥跟我道歉 說他們 他至今都沒有道歉過 他至今都沒有跟我道歉過 而且至今都沒有交代 錢到底去了哪裡 這是我很深刻很深刻的地方 因為 這個人你認識十多年了 你之前都不了解 他這樣的性格另一面 完全不知道 非常好的朋友 而且他爸爸 爸爸這樣子 很認真的跟我道歉 然後他的大哥 也很有心想要處理 大哥就問他 好 那錢到底在哪裡 你拿了人家的錢 你就是要還 大哥是明理的人 然後他就說 錢其實還在 錢在泰國 到泰國銀行去 對 我想說 天啊 雖然你把錢送去泰國 不知道你到底在幹嘛 但錢還在 太好了 眼淚收回來不要哭 我們趕快想辦法解決 然後大哥當下就說 很有尷尬 我們現在訂機票 隔天就去泰國銀行 把錢拿回來還人家 結果後來這件事情呢 大哥打電話給我 他說很抱歉 錢還是沒有辦法拿回來 對喔 因為他們到了當地之後 那個他的弟弟 我的朋友立刻帶他 往銀行的反方向走 然後因為他想要拖過 銀行的營業時間 結果好險是 我們請的那個翻譯 立刻發現不對勁 對 應該在這裡啊 對 他是當地人騙不過了吧 然後去銀行 然後跟行員認真的 討論這件事情之後 很確定那個存折 也是假造的 太誇張了 所以他連環騙 連家人都騙 對 他連 他就是連家人都騙 所以最後就是 什麼都沒拿回來 但是事後冷靜下來之後 我覺得我也有錯 因為我給了他這個機會 去做這些事 如果我在這一開始 我就很認真地 自己去搞清楚 怎麼申請公司 怎麼請會計 然後這些流程要怎麼做 我就不會讓他 有這個機會做這件事情了 那為什麼我不做 因為我懶惰 對吧 說明白一點是 我覺得我朋友很好都幫忙 但是其實是因為我懶惰 然後還有包含後續 他就說這個錢是會計要幹嘛 然後要報稅幹嘛 如果我去學習了解清楚的話 我就不會讓他 有這樣的漏洞可以鑽了 就是不了解 讓自己置於這麼大的風險當中 勇敢分手之後 總是會遇到真愛的 少廷後來認識現在的老公 當時你覺得他好不一樣喔 真的 大家記得我以前要那種 SPA LINE 聚光的那種自帶光 漂亮腳踝 我現在結婚的對像我先生 他是一個可以在任何場合 都變成背景的人 這個是誇獎還是... 他如果現在在這裡的話 他可能不是這個平板 他是這個平板的柱子 就是一堆人拍照 然後不會注意到他在裡面 那種 對... 他可以在任何地方隱身的 他可能也不是一個沙發 可能是沙發的椅背 就是... 他自己是一個斗篷 自己就是一個隱形斗篷 自帶隱形斗篷 然後他都可以把自己 隱藏得非常好 這跟我當初的差太多了吧 天差地別 那你當時怎麼可能會發現他 我跟你說 他真的是一塊鬼寶 就是... 少來 認識我先生的時候呢 他是我們出外景節目的時候 常配合的攝影單位的攝影助理 這樣 那那個時候就是 因為出外景 大家不都是一群人一起出去嗎 那也知道等候的時間 大家都會聊天 講一些垃圾話 常常我們講一句 然後大家就回一句這樣子 這是我們都很習慣的事情了 結果我某一天發現 在等待的時候 我在講垃圾話 這個人他不會回話耶 他只會靦腆地笑一笑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太不一樣了 怎麼有這種 讓我覺得很有趣的感覺 對 因為一般 整主只有他這樣 整主只有他這樣 所以聚光燈就打他身上了 只有你一個人這樣 這個人暗沉這個樣子 可是怎麼讓我這麼有興趣啊 所以就開始變成 每一次出外景的時候 他覺得有沒有來 對 會故意 你反而會故意想去逗他 故意開他一些不失禮的玩笑 然後你就會發現 他跟一般那種油條的人不同 跟我過去交往過的都不一樣 你丟過去他就會變成一個句點 可是我覺得好棒喔 真的 真的 對 然後就更變本加力了 我從開始言語地調戲他 然後變成 會故意地去主動找他 就像我們外景的時候 那個可能別買 假設我們都要別麥克風 就是今天他沒有出班的時候 今天他沒有出班的時候 他們說商庭買別好了嗎 要幫忙嗎 不用不用別好了 要幫你檢查 不用不用你看你看 一二三一二三 生意OK這樣子 但是如果今天他出現的話 不會別麥 這個線怎麼弄都弄不好 奇怪 怎麼弄 為什麼是我今天衣服太軟嗎 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 然後他就會來了 而且他會近距離的 幫你調整麥克風 然後重點是 在這麼近距離的狀況下 他不會讓你感覺到侵略性 他會站在很安全的位置 用專業的方式 不會多碰觸到任何一公分的方式 來幫你 他就完成這個工作 然後不囉嗦的就走掉 這麼近有聊天嗎 就看著他 然後跟他講話 是你有侵略性 我超有侵略性 他沒有 所以這麼近 你光是看著他 他就會很緊張 他根本不敢跟你對話 太棒了 那是好的喔 對 我以前覺得這樣的人 不可能會跟我有更近 會吸引你 對啊 這麼無聊 但我沒想到 我走了這麼多 碰碰撞撞的路 這麼多年 之前的九年 受購了九年的聚光燈 原來我要的是一個背景 曬髒喔 因為你自己就是那個聚光燈 你也一直聚光燈 對 我太棒了 所以 但後來我們就是 繼續用這種方式 健靜的他也知道我 他當然知道我注意他 然後健靜的也發現 他好像也覺得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的當朋友 所以就是很正常的 我們約出去約會 然後到交往 是你先約他的吧 當然是我先約他的 他不太 他口條很差 不太會說話 所以就像我們 可能跟朋友一起出去好了 你根本不需要去 發起任何的話題 你的另一半 就會跟大家打成一片 這麼帶得出去的人 然後忽然變成了一個胡椒怪 你當然會有落差 的確很好帶 可是他跟我的朋友們出去 甚至是我們一起工作的 外景的團隊出去 他不會聊天 他不會跟別人開玩笑聊天 你就會覺得 在別人眼中 他是不是一個無聊的人 所以我就會想要改變他 我雖然很享受 跟他之間相處的舒適感 然後沒有侵略性的感覺 可是我還是試圖 想要把他變成有趣的人 至少對外面要吧 那個時候覺得 所以還會唸他說 就出去怎麼可以 跟朋友吃飯怎麼可以滑手機呢 手機要收起來這樣不禮貌 然後要想辦法融入這個話題 就算你覺得無趣 但是他都沒有辦法 真的去做到 他可能就是 他會他聽我講完 然後會很想要說些什麼 我可能唠叨了半個小時 然後我說那好 他沒有要講話 我就說那你有沒有話要跟我說 他就會這樣 沒有 也太乖巧了吧 嚇死我了 火都來了 他是吸引海綿 對 我跟你講了半個小時 你要給我一些回饋 你要給我一些匯報 針對我剛剛說的重點 你覺得你會改變什麼 沒有啊 對 我那個時候覺得 這個才叫溝通 我告訴你我希望你做的 然後你告訴我你可以做到的 然後我們溝通成功 所以 在我們交往這段時間 這你會不會很不適應 因為跟你過去那些男朋友 完全不一樣 他會講話對不對 會表達 那我甚至覺得完了 我可能要因為這個部分 我把它定義為無法溝通 我要因為這個無法溝通 可能沒有辦法再跟他 繼續下去了 結果沒有想到 他真的是大大改變我耶 我的個性就是這麼急 這麼直接 要溝通 不開心現在就講清楚 我沒有跟你吵架 我跟你講道理 我跟你講道理 我是好好跟你講道理喔 什麼叫吵架我來定義 對 我們現在一次在溝通 對 我們什麼事情都要溝通 這樣 結果我後來發現 我先生我們之間遇到爭執的時候 都是這個狀況嘛 我講了 三十分鐘一個小時 他可能只是說一句 沒事了 所以他沒有在跟你爭執啊 都是你在爭執而已 然後我想說到底怎麼會這樣 我這麼會講道理的人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 每一次我在跟他做 所謂的溝通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想要 得到他的想法 我要的是改變他 我覺得 我跟你怎麼 這個很不OK 等等 那是之前 但是我看到這個問題了 我發現 我要的是改變 我跟你講完這麼多 我要你告訴我 你知道了你會改 你理解我在想什麼 可是我沒有要試圖 站在他的立場 我終究只是想要講贏他 我其實沒有要溝通 所謂的講道理 吵架 對女生來說 其實都只是 你要知道我是對的 我終究是對的 可是在這樣 如果我不改變的話 我不可能跟這個人 再長久下去 而且可能我在下一段關係 我也會這樣 我可能碰到另外一個 所謂的聚光燈 很會講話的人 我們隨時的來就是爭吵 只是運氣好 這個人不會跟我吵架 所以他讓我看到了 家裡面是來 是來是來相處的地方 真的不是講道理的地方 如果真的想要解決問題的話 兩個人都退一步 所以我們 我們現在都學會了 面對爭執的時候 我會先忍住 然後等自己的情緒 過去之後 其實再去看 根本沒有什麼什麼問題 後來因為你老公的一句話 你決定要嫁給他 對 因為剛剛說 他說他是很尊重我的 我說我們就是在一起開心就好了 我們不要結婚 然後我沒有要生小孩 他也都好 所以那我們就繼續交往 我們不用追求結婚證書 總是覺得自己好像 想法很新穎很灑脫 但是他一切都是好 他尊重我 但是我最終 我們還是選擇了結婚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都很喜歡一個樂團 叫做Lincoln Park 聯合公園 然後在某多年前 那個主唱 有一天的新聞 就是主唱 他自殺了 離開了 但是因為我們都很喜歡這個樂團 所以我們其實早就決定說 都沒有一起看過他們的演唱會 看好了 這一年的下半年 他們會去日本開演唱會 至少是亞洲了 比較近了 那我們就算好時間 要一起訂機票 然後去看演唱會 決定好了很開心 可是那天就發生這樣子的新聞了 那當下因為很喜歡 所以很難過 結果我的先生 他就是在跟我討論這個新聞的時候 他就說 我們那個時候才三十一歲吧 他說我們才三十出頭 人生就已經註定有一件 絕對沒有辦法完成的事情 那句話對我來說是 很大的當頭棒喝 就是我們都覺得 我可以設定好我想要的擇有條件 這都是在我的計畫內安排下 然後我可以決定我 我幾歲的時候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都是好像我們安排好的 人很大 可是今天會發生任何一件 你想不到的事情 你計畫好的事情就做不到了 我那時候真的是 現在講到心情 當然是會覺得很激動 因為那件事情 那句話對我來說的重量 真的太重了 然後我就想說 對 我其實心裡 已經是認定這個對象了 覺得我們可以一直在一起交往 相處一輩子 我都是覺得很棒的 那我們都不知道隔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我們不就 趕快把握可以好好相處的日子 我希望可以 多一天可以成為丁太太 對 就是那個想法 然後 然後我今天那天晚上 我在廚房煮飯 我怎麼每次來你們節目都會哭啊 我記得我那天是在 謝謝 好 然後 他講完的時候 我心裡是非常的震驚的 那我一樣 就是自己先消化了一下 當天晚上我在煮飯 我在切菜 我說 那時候還不是叫他老公 然後就叫他來廚房 我說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說 他說好 他說是 沒有辦法看演唱會很難過嗎 我說一部分是 但是我說因為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都不知道 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想要成為妳的太太 所以我們就去結婚吧 妳跟他求婚 對 我跟他求婚 而且就正在切蔥的時候 就 那我們就去結婚吧 然後他就是說 好 他一如往窗 新年啊 一如往窗 胡椒罐的概念 好 你要給他什麼他都好 然後我說 那我們也選擇了一個 對我們兩個人都 都適合也舒服的方式 我們就是登記結婚 沒有宴客 請了彼此的爸媽吃飯 然後繼續 其實現在的生活 就跟婚前是一樣的 我們是住在一起 沒有小孩 但是我覺得 心裡的踏實感是不同的 所以沒想到 以前的那些條件 真的對我來說都不重要 我設定的 我不要結婚 我灑脫了 真的都會不一樣 遇到了一個對的人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被推翻了 所以不講話的人 並不代表他裡面沒想法 真的 然後他這件事情 我覺得珍惜 珍惜一個這麼好的人 珍惜你們有這麼好的關係 沒想到跟他想要的對象 完全不一樣的人 反而改變了他 我最後竟然嫁給了一個背景 從聚光的到背景 大鳴怎麼看他的轉變 我覺得應該是說 在那個瞬間 其實勾起了少廷 覺得說 其實我跟這個人 應該是要好好珍惜 然後覺得所有的美好 你突然是有一個拉警報的感覺 就是很擔心說 如果也是像這樣子 突然有一件事情 是遺憾了 那我覺得 我們常會設定很多標準 然後以為自己要跟 怎麼樣的人才會幸福 可是我覺得 老天爺很棒的是 他有一天會讓你認識一個 你完全標準之外的人 然後他帶給你不一樣的開心 然後你才會發現說 我自己了解 因為我自己太少 我覺得在戀愛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是在發現自己 真的 他讓我認識了自己很多很多 真的